我们应要懂果 守得出使心 等待善果的来临 记住了 你种下去的 它一定会长出来 修行人要随时随缘 随喜要随遇而安 我们人间的福气不要让它在年轻的时候就去享受掉 因为福靠行善来储存的 并且福气一经享用会销售的很快 所以很多人拼命的在使用自己的福气 过去别人说叫消福消瘦 我们很多人夫妻两个经常的一直在一起 不觉得太太对你这么好 整天的要骂就骂 要讲就讲 任性惯了 一旦太太给你的福分用完了 可能你也就会落得非常悲惨的遭遇 就在上个月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一对老夫妻已经结婚四十年 男的六十七岁 女的六十二岁 妻子一直非常呵护自己的先生 要什么给什么 福报可能他们两个用尽了 就在先生又要求妻子陪他旅行的时候 他的妻子说 我不愿意 他的先生居然拿出枪 连开两枪在他的头部 让他的太太死亡 所以我们人不要不懂福气 再多的福也会用尽 所以知足常乐 要珍惜佛缘 珍惜你身边的人 给你带来的任何的因缘和善缘 记住了 很多人说我们求佛之后 为什么不灵呢 学佛不是在灵验后才去学 而是在你坚持学佛之后 他才会灵验的 人有压力 是别人比你努力 人有大压力 那是成功的人 依然还在努力 所以我们学佛人的努力 不一定马上成功 不成功并不是永远不会成功 而是正在种植你成功的种子 爱迪生在小的时候 他总是在学校里问老师一些比较离奇的问题 让那些老师回答不出 但这并非是他的傲慢 而是他天生的充盈智慧 有一天 爱迪生放学回家 老师给了他一张纸条 信封封好 叫他交给他的妈妈 结果他回到家 交给了他的母亲 妈妈把信打开 之后 妈妈看着 一边看一边流泪 爱迪生看见他的妈妈流泪了 就问 妈妈老师说什么 于是妈妈大声的念给孩子听 老师说 你的孩子是个天才 这个学校对他来说太小了 我们找不出更好的老师 可以训练和培养你的孩子 请你自己教导他吧 在爱迪生成为世纪天才之后 也就是他母亲过世很多年之后 有一天 爱迪生无意之间 在贵处里看到了当年老师给妈妈的那封信 他打开一看 原来纸条上并不是他妈妈告诉他的 是这么写的 你的孩子有智力上的缺陷 我们不能让他继续留在学校就读 他被正式退学了 看完信之后 爱迪生的心情非常难过 但非常的激动 他在日记上这么写着 爱迪生是个有智力缺陷的小孩 但是他的母亲让他成为了世纪的天才 所以我们学佛人要多讲正面鼓励的话 能够帮助改变别人的命运 人间遭遇这么多的都是暂时的现象而已 而我们有些学佛人动不动就指责别人 你着魔了 你要下地狱 其实这些不会给他带来正面的能量 我们要脱离凡夫的所为 平时多多的学佛 多多的帮助别人 管理好自己的内心 面对人生的苦难和人生的名利观 情观 生死观 要正面的去想 知足 无常 懂得 放下 在学佛人的境界当中 这个世界一切都会改变 没有绝对的事情 想得通 想不通 只在你一念之间 任何事情发生了 要学着孔老夫子所讲的 中庸之道 不偏不移 许愿放生念经 从人生的惊涛骇浪当中 回到你心中宁静的港湾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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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